民眾開車來到路口 心中冒出一個大大的問號 蛤? 左邊停著一輛小貨車 右邊停了一輛逆向 休旅車一左一右擋在路口 更誇張的是 休旅車駕駛拉著水管 還在那兒悠閒的洗著車 看到有車接近了 他再走到路邊 讓駕駛通過 事發地點就在彰化路港美市街 23號中午民眾開車 目擊著誇張的情形 直呼這名休旅車駕駛 把整個城市都當成他的洗車場 只要我想洗哪裡都可以 那一定是不好的 駕駛都是我方便一下 一分 現在人家很奇怪 你擋大路你會說 大哥 不好意思 你不去刷一下我過來去 不是就要被他喊 當年民眾表示休旅車駕駛 疑似是屋主的朋友前來拜訪 順便就拉著水管在門口洗車 鄉家地方大家方便可以 但盡量不要影響到用路人 警方說休旅車 逆向違規停車依法可以開罰 另外在路中間洗車 是否也處罰有待釐清 基於一罪不兩罰 警方還是只會對他開出 逆向違庭的罰單 TV新聞陳志忠 張花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